一个备受关注但又常常被误解的话题 移民 很多人认为移民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捷径 但实际上这条路上的荆棘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移民出国的本质其实是一项投资 而作为投资者 我们必须仔细衡量投入与回报是否成比例 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慎重考虑移民呢 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严重低估了移民的费用和风险 近年来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 申请出国移民的人数猛增 社交媒体上各种移民广告层出不穷 十万欧元买房移民欧洲 甚至还可以通过跳板移民到英国 十万就能移民加拿大澳洲 这些信息让人误以为移民成本很低 但实际上这些小道消息大多是不真实的 那点钱根本不够 一些中介利用夸大的宣传吸引人们 比如说在美国做个电工 一年收入十万 或者在某个国家洗盘子 一年也能赚几十万 他们会要求我们支付两三万的申请费 声称会帮我们搞定机票和签证 还承诺在国外找到高薪工作 等我们到了国外 合法身份没有 而我们已深陷财务困境 只能任由中介摆布 他们让我们去哪做月扫 电焊工或工地打工 我们都必须服从